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是踩着滑雪板工作的路上 为冬奥会的滑雪运动员们保驾护好 我们今天的任务呢是要给测一赛的运动员们进行保障 我要记的站点是那个海多碗的上面 太滑了这个 我叫傅妍 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院医院急诊科的一名医生 同时也是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队的一名滑雪医生 站在这个决道上感受着零下二三十度的这个气温 我们现在在FOP7这个站甲参加医疗早上 我们要求的是每个运动员在滑的时候都要去观察它 如果它要受伤的话 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去判断它的受伤性 如果这个运动员发生了很严重的情况 比如说呼吸气泡就停了 或者是需要插管 需要一些祈祷保护 行动队员就会呼叫我们 一旦看到我们出现了 就说明这个运动员一分钟伤得很重 快是对于滑雪医生来讲必须要有的 国际学生对我们的要求是四分钟之内 要到达伤员受伤的地点 在快速滑行的过程中 因为我们都不是专业的运动员 还要去滑他们运动员的赛道还是冰撞雪 就很有可能受伤 一个运动员受伤摔倒 就是先给它进行了一个固定 然后它觉得疼得很厉害 心痛得很厉害 我们给它用了一次 牵引 对 这是对的 1 2 3 好 然后我的船方向 我们对它进行处理的时候 我们要把伤员搬到救援船上 运送到运动员医疗站 在救援的过程中 我们要跪在隧道上 如果要是一个部门摔下来的话 就会造成脚的受伤 还有可能会出现动伤 你所有的操作独小块 因为在这种极寒的天气下 手一旦冻僵了 可能任何精细的操作都会延迟 所以我就针对这些呢 在医院里面找夹人 反复地去练 形成肌肉记忆 这样你才能够在你的手 不被冻僵之前 把该做的操作完成 我来看看包里面的东西 大概有12公斤到15公斤 这个是要连接氧气的 只有一个接口 接头都是要用热水 所以它浇软之后再去连接这个 如果一旦裂了不能用了 在水道上没有地方再去换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 我是从06年开始参加工作的 09年到了精神科 一直到现在 2018年中医局 它要组建一支中医滑雪的保障队 我就报名了 我的初心就是要救人 能够把我自己所学的 用到冬奥会上 那更是一件 让我觉得非常骄傲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时毫无疑就报名了 这个是导管的导司 报名了之后 当时参加了一期的培训 培训完了之后 我们会有比较严格的考核 当时考英语 专业知识滑雪技能 这三项当时我是全优的 又是经过了一轮筛选之后 我就进到了冬奥组委的滑雪的保障队 这样就当了一名滑雪医生 之前只是把滑雪当成自己一个爱好 但是当你变成滑雪医生的时候 你就不得不去苦练你的滑雪技能 第一次跟着教练练完了以后 觉得自己不会滑雪了 因为滑雪好难 之前自己滑觉得很舒服的情况 在教练看来都是不太合理的 需要去赶 给我们定的标准 就是能够熟练地去滑高级道 然后在高级道上做一些比较难的动作 比如说单腿转高 肘转和滑降 力士 有一次我在训练的时候 被一个单板撞飞了 胳膊骨折了 又坚持滑完了两天 我就踩了回来的 受伤了之后 也是有很多亲戚朋友都劝了 说你别去了 还是身体重要 但是我就没有想过要放弃 就算受伤了 我也希望能够站在那个 FB站架上 所以你们保证 准备了三个血迹了 三年了 当时我就觉得可能是我自己体力跟不上 我就下决心要把自己这个体能练上去 然后我就在飞血迹的时候开始跑步 跑了大概有一年吧 体重减了30斤 这样能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 从最开始跑不了多远 到后来就跑10公里 20公里 再提速 最后跑到7分 6分 这样的一个速度 这一天的救援 演练 还有施展 有点累 但是还是很开心的 在划这种陡坡的时候 一定要克服自己心里的恐惧 如果你特别害怕的话 你重心一靠后 你就会非常容易摔倒 在2022冬奥会的赛场上 为来自全世界的滑雪运动员们保驾护航 让他们能够放心大胆地去评补 这就是我的梦想